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各个政治人物 人马杂他也开始前往探视 其中赖清德副总统也去了 他当然也是民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到了医院去医生魂上身吗 到了医院去要求看电脑断层 跟总统的院长要 他特别希望能够看电脑断层了解受伤情况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医生魂上身是正面还是负面解读呢 赖清德说他弃医从政已经27年了 要求提供电脑断层的目的是什么 他可以帮忙诊断吗 还是探视的身份是副总统还是总统候选人 适不适合看病患的个资来看电脑断层 除非是病患的需求 到底为什么 但无论如何 刚刚我们下一段已经cue过这个画面 就是当媒体问 有很多消防员的要求 包括设备要不要提升 要不要成立工会 他都没有回答 他去要了断层 好 那么消防队员继续在做陈情 他们希望能够筹组工会 包括开放消防队员组工会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再以殉职换改革 而且一再的殉职只是换改革的口头保证 那就更惨了 因为保证完了之后 几乎都不了了之 没有一个保证真的落实 所以他们才知道 组工会就明确的可以表达 自己需要什么 去争取自己消防队员的权益 捍卫他们在工作上面的安全 毕竟他们也是帮台湾人民 在捍卫家园还有人命 那么难道不应该被尊重吗 那么现在到底要不要 组工会的消息 最直接回应的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说当选的话 立刻全力支持消防员组工会 看要修什么法就修 教师也有工会 为什么法应该要一致性的一视同仁 消防队员当然也应该要有 而进办发言人代替赖清德来回答 是说以高标准来看待 公共安全消防员权益基本态度 未来持续与基层相关联系 沟通取得最大修法共识 所以到底要不要修 我们看不懂对不对 柯文哲也说还看不懂 他说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说赞成或反对就好 一句话就好 他最怕那种讲完还是听不懂 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的说法 但目前政府的态度就是如此 赖清德过去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也曾经让消防队员抗议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工作的内容 严重的影响了他们实际出勤 重大的事情的配比 因为太多捕蜂抓蛇 一年九千多件让他们疲于奔命 当时赖清德行政院长说的说法是说 我们就做做功德 帮民间做做也没有什么 如果是回到農委会去的话 可能忙不见得很专业等等 当时消防队员带上了各种机具器材 标题叫做什么 人力补不足还要补风蛇 消防以命换功德 这些话听到了吗 结果过了那么多年还是一样 台南常有地震台风 如果台救灾的工作是属于消防工作 国军也照样出动 没有说是我打仗的就不救灾 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消防 真的很尊重当作专业吗 那么以至于像这次屏东消防局长的 争议他到底专不专业 前一段我们听到了消防局长 跳出来第一时间受访 居然就是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当中那么多争议跟误会 大家终于找到源头了 原来就是消防局长公开的跟媒体说 消防队员帝进去的时候先喷水 结果有甲烷有天然气 结果就爆炸了 那搞了后来小队长被质疑 是不是调度不利 你不知道火场的状况 居然就用不正确的方法去灭火 结果发现根本没有 这个消防局局长许美雪 被查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状况 以至于小队长苏醒 因为他是整个队里 唯一活下来他心里非常的揪心 他还原过程 根本用干粉灭火器还没用 就已经突然进去没多久 100公尺左右就爆炸了 当时确实没有喷水 小队长强调 来不及使用干粉灭火器就爆炸 这个时候消防局长才改口了 没有啦 口误啦 是一开始说涉水是口误 状况混乱啦 我是被厂商误导 外界要我请辞的话 我会认真思考 不会恋战 周春敏还说 救人找人优先 后面的责任检讨不回避 那现在先检讨厂商先 还会检讨 至少这个厂商 还有民众受害者的权益 也会被保障呢 消防队员尸骨未寒 这个时候陈建仁院长到现场去救灾 然后看状况之后 就表达谢谢县长 你指挥得很棒 也对所有伤患照顾得很好 谢谢县长 就在谢谢县长 告诉他很棒 跟上一次封灾的时候 去告诉花奖陈其迈说 你超前部署很棒 是不是很像呢 网友当然就讨论很多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觉得亲和以堪 这个是悲剧 不是政机 这种嘴脸会让人觉得冷血 而执政七年来 还在当在野吗 洪生汉提了三个疑问 说到底这个大伙发生什么事 你还在监督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 有民党的政府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在过程当中 对于厂房做好把关 还有对消防队员的安全 做好资讯的提供 这个才是最重要 而现在还在对于 所有的消防队员的要求 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吗 亮哥 其实消防主工会 就跟警察是不是可以主工会 这同类的问题 我们警察也很多 比如说我就知道 有一些警察的防弹背心 是自己买的 因为他是刑事警察 他要抓歹徒的时候 发现歹徒设备比他好 歹徒的防弹背心比他薄 那枪的射程也比他远 那枪也比他贵 那甚至有时候还开跑车 你还追不到他 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设备上的落差 那造成他执勤的时候 可能会有风险 那这个是同类的问题 事实上我坦白讲 你消防主工会 那预算就会增加吗 你可能最多大概就是说 有人受伤 那权益上 消防局要做更好的照顾 这个比较容易争取 可是整体预算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台北市政府 算是最有钱的单位 他一年的预算支出 大概是1700亿 那消防局的预算只有35亿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总统级别的 要讲这个消防的政见 我就要讲大一点 就说我们消防的编制 你四年内你要完成多少 你要增加多少编制 比如说现在缺额 有人说是1万5千人 那你缺额你能补多少 那你就要每年都要增加预算 这个是你能够做的 然后消防设备 你就列个表 什么东西要加买 那大概四年要多花多少钱 要太换的 你这个要讲出来 对不对 人家已经讲了 前镇渔港一花几十亿 80亿 80亿就弄了一个前镇渔港 对远洋渔业有很大的帮助 这我也同意 我是住在高雄的人 80亿 消防单位你给多少钱 救命的单位 我跟你讲 我觉得政府为什么觉得 对这个东西就不是很积极了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公务的 叫做集成人员 不会是政机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像老百姓一样上街头 来对你做抗议 你会感受到压力 所以赖清德才会把捕蜂抓蛇都丢给消防局认为是合理的 事实上捕蜂跟抓蛇都是专业 上次废废事件就知道了 事实上你如果到街上看到一条恶犬 或者是你也搞不清楚他是不是狂犬 坦白讲一般警察也不一定能抓 他还有特殊的设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抓蛇 这个在美国就是交给民间公司 或者是农卫会去读导 你的警察单位就是跟民间公司签约 也不一定是警察 也可能是农业单位 或者动保单位 我们是林务局所管 对嘛 林务局就要去跟这样的公司签约 因为真的有这种公司 我看过有人是专门在抓蛇的 这个是真的 你都丢给消防 然后你也不认为这是问题 还说这个是做功德 就表示你基本上对这个业务就是 你没有从国际的比较去了解 台湾当消防员的特殊的辛苦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来抗议 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就丢给你 我跟你讲有一些县市 如果他家的猫掉了 还请你帮他找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也难怪人家就会觉得 每次都是要出大事 那大家才会来反省 可是反省坦白说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提案 比如说立委有没有怎么提案 或者说林又昌内政部长 有出来讲话吗 警政不是消防署的署长 有出来讲话吗 或者比如说地方的单位 周春明他是县长 他有说他如果要提高 屏东县市1比1320 1320个县民只有一个消防员 你要不要改进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任何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 具体的做法 因为现在可能在救灾阶段 之前保证过太多次了 因为不是第一次 然后都跳票 或者都没有看到结果 委员当赖清德副总统到医院去探视的时候 是要求看病患的电脑断层 你的感受如何 赖清德可能想演戏 只不过是演戏不成功 把事情给搞砸了 虽然他是医师 他已经20几年没有职业了 一个没有职业没有登记的 当然就不能够继续表演医师的角色 不能扮演医师的角色 那请问一下 你跑到龙总医院 屏东分院 然后去叫院长说 我要看电脑断层 你是什么意思 你要表演什么 你要表演说 你要指导他如何治病是不是 一个27年没有看病的 你敢让他看病吗 如果有个医师挂牌说 我已经27年没有职业了 我今天开始职业 请大家来让我开刀 我看病患都跑光了 可是他想要表演有点过度 你是副总统 你是民进党党主席 你是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这三个身份 没有任何一个身份 是医师专业资格的 没有这种专业资格 你要去看病患的电脑断层 那你还要不要看他的验学结果 你要不要看他的一个整体检验报告 那你要指导什么 平隆的院长来如何治疗病患 你会不会把自己抬得太高了 不会因为你关比较大 你的医疗技术水平就会比较高 我是觉得赖清德这个演了有点过度了 他们民进党好像通常搞不清楚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职权的分野 比如说屏东县的消防局长徐美雪 才被网路上踢爆 虽然他是警察大学毕业 不过他一直在新闻局里面负责宣传工作 新闻局弄一弄以后 就转到消防局里面去当秘书科员 都是内勤的工作 没有一个像派出去 就直接像各县市所要求的 像这个一定要有实际上去执行 消防工作的一个履历跟训练 那外面就传言 他唯一的直理就是跟某人是闺蜜 没错 闺蜜或者是什么 谁的男孩 谁的女孩 都能够升官发财 原来民进党体制是这样用官 只要谁能助选 谁能拍马匹 谁跟他有亲嫩关系 这个我们台湾的佣人 看像早期的菲律宾一样 非常像 难怪这个赖兴德 面对所谓消防员组工会 也不敢讲 yes 也不敢讲no 那讲了一个听起来好像 yes 又好像是no 难怪这个谁 柯文哲 消遣他说 听不懂 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 消防员要不能组工会 就很简单 同意不同意 老师可以组工会 有什么消防员不能组工会 那你反对 你要讲出反对理由 你又不敢讲反对 那你要赞成 你要讲赞成的理由 你又不敢讲赞成 咱们呼嚨个老半天 这个取得最大修法公事 到底你修法同意不同意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那赞清德说要抓蛇做功德 也没有错 抓蛇 抓猫 抓狗的做功德 那为什么流浪国 就归什么洞宝处 你给我个理由 对不对 流浪国归洞宝处 流浪蛇呢 流浪蜜蜂呢 对不对 他们都流浪了不是吗 所以我是觉得 你总该讲个道理吧 有个专业吧 对不对 还是说消防员太闲了 没事干 所以要他做点功德 去抓蛇 抓蜜蜂 那你要跟消防员解释清楚 你们真的很闲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的话 消防员说我们每天忙都不得了 没道理 对 所以讲清楚 那你不然比什么军队 军队救灾 军队救灾是在重大灾难 的时候 明定在法律条文里面 然后这个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不是民众打个电话 你就来救灾 你先打电话到军队里面说 对不起陆军部队 你来给我救灾 可行吗 不是这样的运作的 可是现在 消防局你到底要怎么去规范 难怪消防员会抗议 那这个抗议 也暴露出很多大官们 根本不懂的消防专业 到底这一次的灾难 是什么爆炸的 不清楚 你把它讲说 一个消防员喷水才爆炸 好像责论在消防员专业不足 所以我是觉得 不要讲说 哎呀我辞职就好了 是这样子吗 谁用的 不就是你平农县长 这个周春迷吗 谁推荐给周春迷 是哪个闺蜜 讲清楚 水里来火里去的消防队员 工作这么的辛苦 而他们的长官 有没有了解 实际的工作内容 居然这个局长 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情况之下 可以到现场 第一时间就让小队长背了黑锅 所有消防队员是去喷水 造成了后来的后续爆炸 连里头到底有哪些化学物質 都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们关注制度 现在最大的问题吗 其实这个消防局长 已经在屏东县消防局担任局长 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2020年他就已经是消防局长了 所以今天有很多 不管是厂商的责任的问题也好 或者消防局本身 人力配置设备的不足的问题也好 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因为他真的不是第一天上任的 好 当然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第一个 人力的问题 蔡总统在20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 他在五年之内要补足消防人力 要增加3000名消防员 好 那么是2018年到今年刚好是五年 去年一月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3000个消防员的目标 已经达到六成了 那么到今年不只是会有3000人 而且还会多101人 所以应该是超过3100人 但事实上有的人去研究 包括根据国民党在桃园 选立法委员的牛许廷议员 他就说实际上这个人力 只有1600多人 只有增加了1600多人 所以到底是3100人 还是1600多人 我们的这个消防署长 是不是要出来回答一下 到底消防员的人数有没有增加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当然很多人就说消防员的增加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障碍 包括说这个报考的 大家报考的议员不足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招募的人力 就是预算不足的这些问题 那可以用配套来解决鼓励 但是这个就是你蔡总统已经承诺的事情 3000人如果不够 你当初设定的目标就有问题 如果你说的没有达到 就表示你去年就说谎 是不是 如果你3000人乘以6成 最起码去年就应该达到1800了 怎么会只有1600呢 到底是哪一个数字才是对的 事实上你去看屏东县消防局的网站上 还有在招募议销 说为了要扩大招募议销 第一个年龄下降到18岁 第二外国人都可以来报 都可以来报名 第三个连同所谓的你的这个 塑形问题就是你犯罪记录的问题 十年内你没有犯罪记录 都可以来报考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都是 看到他消防人力的这个不足 非常严重 那你作为消防局长 是不是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没有采取足够的办法 没有去要足够的预算 当然还有洪生汉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第一个你这个厂商 有没有把这些资料 提供给这个消防队 然后你有没有派专人去协助 然后你的这个化学物品 有没有上所谓的 环境部的化学云去登录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些资料 全部给移交给当时的 交给当时的这个消防队员 可是事实上 你当时才看到这些图纸 其实已经太慢了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新科技 包括你的整个电脑的这种绘图 电脑的指认 甚至是所谓无人的这种无人机 或者无人设备的这种灭火 我觉得这些都需要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当你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涉及到 消防局有没有去督导 这个厂商的问题 或者是当地的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有没有去督导 这个厂商的问题 那谁是中央政府 民进党 谁是地方政府 民进党 你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要去问民进党的官员 所以真的不是做功德的问题 我觉得赖清德把很多事情都做功德 他连长照都说是做功德 都是做善事 对不起 政府做这些事情都不是善事的问题 这是你政府的责任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拿人民的薪水办事 实案跟公安 必须要严正的来面对 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 对不起 50000000 感谢观看